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杜龙龙 日本海上作为队武器装备的扩张达到了新高度 像之前的雨飞摩烟 包括专用反导驱逐舰正在快速建造 那么新型的近海战斗舰 包括护卫舰小型作战舰艇也在快速发展 如果打造隐身快速与美国滨海战斗舰外形能力尺寸相近的武器装备 这也是在近海完成各种作战任务的一个重要选项 同时呢 自卫队也可以通过小型舰艇的建造增加整个舰队规模 今后与美国进行联合作战 这样准航母像舰载机以及其他大型作战兵台 可以在远洋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做贡献 同样呢 近海的各种小舰艇在导征 包括和其他国家进行军事摩擦的过程中 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果美国在周边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小型作战舰艇加入也可以为日本海上作为队与美国联合作战提供某种迷托和条件 所以现在去看呢 各种小型护卫舰 隐身护卫舰 近海战斗舰 已经成了日本的选项 也说明 日本对于岛屿争端 对于登陆作战 对于伴随美国在周边挑动各种危险事件 已经达到了一个疯狂状态 所以所谓的军事正常化 在美国的战略倩疑下 在海上正在迈出第一步